你们在家乖啊 宝贝 我和老爸今天出去玩 今天姐姐在家带你们三个 姐姐在家带玩 带三个 姐姐还没起床 馒头跟姐姐在睡觉呢 还在睡 园园 馒头啊 你跟姐姐在这睡 快点起来了 你起来喂他们 我鸡蛋煮好了 肉也热好了 知道吧 喂他们吃早餐 我们出发了 出去玩 今天姐姐在家带你们三个啊 你们要听姐姐话 知道了吧 三个超可爱 园园扫地机器人 把地扫好了 你负责 这个把衣服晒一下啊 衣服已经洗好了 你负责晒衣服 听见没 快点起来了啊 他们都没吃早餐 我和老爸两个人出发去顺辽湾 去这个海边玩 我姐他们在那边 他们在那住了挺长时间了 我们这里过去三十分钟也很近 难得女儿在家 他负责带狗狗啊 我们两个出去潇洒一下 去跟他们喝喝茶 聊聊天 放松放松 我们现在马上到这个惠东南站的这个高铁站 接我外孙女 她从盛顺座高铁过来 这后我们顺路接一下她 像说聊完的话 就是如果有内地的这个朋友想到这边来旅游的话 是可以坐那个高铁啊 就是有到这个惠东南站的这个高铁 然后这里的话到时候聊完也是很近的 你打个滴滴啊 还有坐一个那个小巴啊 都可以到 看这是惠东南站啊 交通还是蛮方便的这边旅游 我们现在把车停在这个停车场这里啊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这个高铁站啊 一个小型的高铁站 景色还是真的很美哎 这一片旁边有大山绿树 你看蓝蓝的天 有很多的这个花很漂亮啊 在这景色 红色的鸡蛋花 你看很漂亮啊 我再走到这个路上给大家拍一下 这就是一个惠东的这个任山镇 任山镇的一个惠东的这个南站的一个高铁站 这里去顺辽湾就是很近的了 来旅游的 好比内地如果坐公共交通来的不是开车的话啊 不是自驾游的话就是可以坐高铁到这个站 然后去这个顺辽湾就很近了 你看我们这里蓝天白云天气多好 这是非常明显的客家地区 你看这个图子的地方就有客家 这里是属于客家的是吧 岭南客家 你看我们这边的景色是有山 然后那边是海 山海 不是平原 很多地方是平原 看着这样子的山觉得很稀奇 就像我们去那个 有的地方旅游 看着一片都是平原 也觉得很稀奇 外孙女都来了 我们这里过去大概就是半个小时到顺辽湾 现在去准备跟我姐他们会合去喝茶 肚子饿了 我们到海边了 你看那里过来很近的 这个是跨海大桥 我们如果从大雅湾过来的话 就很快30分钟就到了 就走那跨海大桥 我们今天是要接我外孙女 到这个惠东南站高铁站这里来接 所以要走这条路 看景色超美 今天天气是真的好 蓝天白 像这个顺辽湾的话 它这个海边一路都是这种酒店 就是海景酒店 像这个夏天 像现在是这个孰甲旺季 酒店都订的满满的 但是到冬天了的话 这边就属于淡季了 冬天的话像这种酒店海景房 就非常便宜 夏天的旺季的话就贵很多很多 我们先来这个海鲜市场买点鸡 它这里的白斩鸡特别好吃 买了鸡晚上带回去吃 这个没有鸡干鸡 还是来 不够的话那里还有半边也是刚开的 够了够了一加一半就够了 反正一加一半 多少钱一斤 31给你了我们卖33 然后买三个便宜 三十一亿斤鸡 九十二 九十二 你开到了 不用卡还是要卡呢 可以自己九十二 可以卡 这个鸡好大 它这个鸡好大 这个鸡很香 是多少钱一斤 23一斤 23一斤 马上这个鸡应该是土鸡 比较大的 一般很少有那么大的鸡 鸡香 鸡是超好吃的 我们每次来都要买一些火源鸡 对 火源鸡 有鸡味儿 这个菜市场还蛮大的 很多游客在这边买海鲜 那一片全部卖海鲜 就是买海鲜自己加工吃 我们今天不买海鲜了 对啊 这个小镇现在好旺 我们先去喝茶 鸡叉菜就可以了 好 我来鸡叉菜 里面有好多料的 还有那个豪市淡菜 这个菜单粥 里面有豪市淡菜 料还挺足的 这个是皮蛋瘦肉粥 它这家不是玉制菜 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喝喝早茶 其实我们是中午的 喝中午茶 当午饭 看上菜了 等于今天 这个黄鸡大鸡超好吃 这个黄鸡大鸡超好吃 它这里不是玉制菜 你看全是线做的 所以这里喝早餐还是比较传统 你看这个虾脚里面包了多少虾仁啊 好大这里靠海就是不一样了 海鲜多 满满的虾仁 这里面应该是有四个虾仁 我刚才已经吃了一个 现在还有三个 料真的好足啊 我们是五个人 这么多吃的美美的 慢慢吃 味道非常好 我们现在到了住的这个公寓这里咯 我姐他们就是两边住 深圳住一住 然后这边住一住 看这里空气特别好 这边是山景 等一下上阳台再给大家拍一下 那边就是海景 非常的漂亮 这边是山景 你看背靠山 面朝海 哇一开门好凉快串风 海景房 哇你们种的花也很漂亮 看退休了在这里也挺舒服的 我们带回去 你看这海景多美 人还不少 现在是旺季啊 夏天 薯甲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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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风吹着 不过这种风很容易把人吹黑啊 靠海边 带盐分嘛 那个水啊 带盐分啊 容易黑 真是美景啊 海景房 我们曾经也买了一套 但是卖掉了 自己住其实不差钱的话 自己住这里很舒服的 度假 有条件的话 这个就留着 不要卖了 度假 但是我们条件有限 真不错 不过我们大雅湾过来 这里很近 半个小时就到了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